拥有超过1600万读者的美国著名旅游杂志《旅游休闲》将越南复国岛评为全球最实惠的热带旅游目的地,与墨西哥的尤卡坦州、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、亚买加的内格里尔相媲美。 该报指出,为了能够到达复国岛,许多游客会毫不犹豫地乘坐转机航班,因为这座遇岛上的体验比游客所花费的金钱和时间更有价值。 复国岛的住宿费用并不昂贵,拥有诸多豪华的度假村,也有价格实惠的酒店,因此游客可以轻松地找到适合自己爱好和预算范围的住宿。 韩国《经济时报》Dalien还将复国岛视为东南亚最典型的治愈目的地之一。 2024年前四个月,复国岛游客增长率领先,甚至超过了青麦和巴厘岛。 该报指出,复国岛正在成为一个适合长期居留的目的地,因为这里是越南唯一允许国际游客免签30天的地方。 复国岛拥有无数引人瞩目的娱乐活动,还有世界上最美丽的星星滩和冰淇淋滩以及复国岛国家公园。 该公园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热带生态体系,是数百种稀有动植物的栖息地。